就是韩国瑜的人设在一夜之间一夕之间能够变化如此之大 当然他心里是需要调试 但是话说了回头 你在调试的过程当中 如果真有疏忽的话 民进党绝对不会放过韩国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十大立委声量排行榜 韩国瑜高居魁首帮首 声量最高 那在蓝银方面 包括韩国瑜总共是有六席 另外两席是民众党的黄珊珊跟黄国昌 还有两席是绿营的柯建民跟黄杰 所以我们看十大立委声量排行榜 韩国瑜为什么会高居首位 原因不过是下列的三点 就是韩国瑜从2月1日就任以来 到现在没有犯错 况且他主持议事 截至目前为止 评价还算不错 所以他声量一直维持在一个高点 那其次第二个 就是韩国瑜就任到现在 对于问题的处理 大家都认为是高招 他严守了议事归程 就是说他没有偏袒 三党的哪一党 而是就事论事 那这一点连民进党都无话可说 那第三个 韩国瑜他本身既然是国民党选出来的 他不像过去 游锡坤也好 苏嘉全也好 他心是偏向民进党的 而韩国瑜呢 就是说希望做三党的投投 纵然你们不投我 但是我已经做到这个位置 不管你是否支持我 或者不支持我 我都一视同仁 最重要的像包含临时会议的召开 这一场战役 让韩国瑜赢得漂亮 那因为韩国瑜在2月19号 又要召开政党协商 针对2月20号 陈建仁的专案报告 除了专案报告以外 包含施政总质询 是否延后的问题 在2月19号的三党协商 就可以见分晓 就是这三个原因 让韩国瑜的声量不断的攀高 那其次就民众党两个怒榜的人 你来说的话 黄珊珊也好 黄国昌也好 像黄国昌因为本身他开了直播 还有包含黄国昌 他跟韩国瑜爱的抱抱 总共先后抱了两次 所以他的声量可以说 是因韩国瑜而上来 至于黄珊珊 黄珊珊是因为跟蔡壁如 他们两个在互贞党中央的权力 所以呢 有黄珊珊就没蔡壁如 有蔡壁如就没有黄珊珊 加上蔡壁如最近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也指使党中央现在内部的问题 那这一些就是两个相互纠缠的情况之下 让黄珊珊的声量飙高 当然不论是高跟低 他们这一些都是负面声量是高于 负面声量是高于正面声量 那在绿云方面 两个一个是柯建明 一个是黄结 那黄结呢 就是用放大镜 或者是用显微镜来看韩国瑜 就是说黄结经常无故的批评 所谓的韩国瑜 像包含孙小雅 美国AIT处长孙小雅 去拜会韩国瑜谈 2月22号 美国众议院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 盖拉格来台访问 想要跟韩国瑜见面 这个是一个会前会的告知 那在接见的过程当中 韩国瑜不经意的 把手倾注到孙小雅的肩膀上 黄结就大做文章 黄结大做文章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动作 如何如何如何 那事实上 好 当天在当天在场的 还有四个人嘛 只不过是拿春联 给孙小雅的时候 不经意触碰到 这个是无伤大雅的事 那黄结就做文章 就是说黄结只想监督韩国瑜 他不想监督赖清德 他也不想监督未来的格魁 就是说他只是想要创造一个新闻的话题 所以他在趁韩国瑜的流量 好 这个是黄结 那至于柯建民 柯建民从2月1号到2月19号 为什么他的流量那么高 他是针对国民党的很多的做法 好比说召开临时会 你好比说 那你好比说 傅昆琪已经讲了 立院的三大法案 就是要成立 特征主 藐视 等等这些 好 那柯建民呢 就是发表长文反驳 好 发表长文反驳 再加上立院龙头之意 陈昭之 无意间 好 污损的那张选票 那跟柯建民两个在那边对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能够进入排行榜10名的 白银的两个人 一个人也在蹭韩国瑜的流量 那绿银的两个人也在蹭韩国瑜的流量 就是说韩国瑜现在在孤峰岭上 他如何处理红尘熟试的事情 大家现在都在检验韩国瑜 这个对韩国瑜来讲 第一个 有好处 让韩国瑜奴隶 薄冰 戒身恐惧的处理 立院意识问题 那第二个 也有坏处 他的坏处 就是说 动不动 就有人在帮他写起居住 那这个起居住怎么写 就要看韩国瑜的动作 那是什么 所以就用放大镜 或者用显微镜 检视他的时候 当然会使韩国瑜浑身不自在 因为过去像王军平也好 过去像苏家权也好 游习坤也好 没有人是用这种态度 或者角度去检视立院龙头的作为 但是民进党就是不甘于立院龙头宝座的尸首 那就想运用这种方式出韩国瑜的洋相 这个是坏处 那还有一个第三个 就是说过去很多人认为韩国瑜形势过于轻挑不稳重 那现在变为稳重 或者是如履薄冰的处理事情的时候 大家反而会觉得奇怪 你为什么跟过去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但是可以这么说了 韩国瑜的人设改变以后 他不但自己本身的压力很大 外界给他的压力是更大 这个是值得韩国瑜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过去的人设 大家喜欢妙语如珠 讲话幽默的韩国瑜 而不喜欢严严素素的韩国瑜 那大家都没想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韩国瑜的人设 在一夜之间一戏之间 能够变化如此之大 当然他心里是需要调试 但是话说了回头 你在调试的过程当中 如果真有疏忽的话 民进党绝对不会放过韩国瑜